《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的地產霸權好 今天賀文杰 近來香港的樓宇出現了很多變化 不是這幾個月 但是這一兩年 大家看到樓價飛升 當然有很多要求 特別有一群年輕人說 我們很慘 買不到樓 為何那些發展商要蓋得這麼大 為何又要有個這麼漂亮的會所 為何要有這麼漂亮的大堂 搞到我們很慘 又買不到那些一手樓 變相我又要逼著去遠一點地方 選一些實用一點的樓 根據這個要求 政府就很大聲地說 即是接下來我們的樓宇真的要限尺 其實以前也有一個職位 不過現在就要說明 甚至乎在朗平邨這個西鐵站 旁邊有塊地 其實那塊地也不是很大的 但也說明我們一定要蓋一些中資產的樓宇 希望幫助一眾人士上車 而另外就是限完尺 接下來就希望限價 不過問題是他不是想直接這樣說 就是限價 即是說不准買得超過五千元尺 他就想著不如這樣吧 我們減少一些人來香港買得行不行 我們學習新加坡 不如可不可以限制外地人來香港買樓 其實怎樣看呢 可以不可以的呢 問題有很多個的很複雜 即是我們錄影廠就在天后拍攝山帶 我們做節目前後都去茶餐廳吃晚餐 下午茶 但最近是加薪格的 即是茶餐廳的一個 通脹來料 可能以前有二字頭的碟豆飯 現在就二字頭的碟豆飯再不見 最少三十多元 連一杯飲料隨時四五十元 別人也是這樣說 別人就說一字頭的樓宇已經沒有了 全部樓都要二百萬樓上 我們先不要說樓 我們先說說茶餐廳的碟豆飯 為何會由以前二十多元到現在 變成三四十元 如果你細心去看 其實有很多種因素夾集在一起 即是通脹 通脹 食物的食材 香港要入口 豬、牛、羊、雞全部是用人民幣 來找數 菜 全部都是 人民幣和港幣有一個匯率的差距 拉大了 最低工資 茶餐廳的伙計又多了 可能你說整體樓市又升 租金又加了 一個很簡單的一碟碟豆飯 由二十多元加到三十多元 當中有很多因素夾集在一起 才造成這個 最後我們看到的現象 但這個現象背後 其實有很多因素結合在一起 那麼 一碟碟豆飯已經這麼複雜了 你這個樓價的升跌 能否很簡單直接 就可以歸咎為一兩個因素 就是造成了一個 給碟豆飯複雜多千百倍的 一個樓市的運作 又或者換一個角度去看 有沒有一兩個政策 一做就可以馬上把樓市操控在政府的期望 當中 這些都是一些政客說出來 去哄市民的一些說法 現在你說樓價貴 樓價貴 為何Andy剛才都說 是近這兩年 特別標得快 近這兩年 全球發生甚麼事 我知道 量化寬鬆 全球在金融海嘯之後 有個量化寬鬆 討論時事的朋友 有時候真的要看財經經濟 有時候很有趣 我們看時事版的朋友 又不看財英版 看財經版的朋友 又不看時事版 但其實 這個世界是互動的 亦都直接產生影響 香港樓市最大 背後的這兩年發生的事 並不是很多大陸人 下來買樓 固然是一個因素 沒有人會排除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聯繫匯率 第一 我們不能動 港元和美元掛鉤 這兩年發生甚麼事 就是美國政府大印銀智 所謂的量化寬鬆 令到美元貶值 當港元和美元掛鉤的時候 港元同時貶值 即香港的經濟沒有萎縮 但美國經濟正在萎縮 它又不斷引銀智 還債 還有現在說 你沒有QEV 可能隨時 美國沒有錢出量 會不行 很多問題 在這樣的大情況下 但是我們的幣值 其實是不能夠類比 曾經有些財經辦人做過統計 例如說 你好像樓價升得很高 但譬如你用97年的太古城樓價 去換取97年的黃金 即一層樓換到多少塊黃金 用97年的金價 用以物易物的方法去思考 再用現在的太古城樓價 現在的金價 換到多少塊黃金 推算結論就是 其實現在換到的黃金 是少於97年 換到的很多 即是好像我們帳面 那個樓價 我們回到97年 高於97年 但你的貨幣背後 可以反映出你的 那個 購買力 其實你的貨幣的購買力 是下跌的 即港幣的購買力 亦都令到所有的價值 所有的 用港幣結算的 消費的賬面 都一定會上升 因為你的幣值是下跌了 即是好像說到 我又不是經濟學的專家 但這個 其實是任何 探討公共事務的時候 都很多時候會忽略 就是好像跳出去 抽空了出去 完全不理會 究竟經濟運作是怎樣 你就去談論 要怎樣出什麼招 即現在 Andy你說 提議說 不讓大陸人買樓 最大聲現在是誰 應該就是 今天很喜歡 看到很多份報紙 他的名字 行政會議 成為張炳良先生 張炳良 我們沒有特別交往 雖然 兩個星期前 他頒獎給我 在教學院 我在教學院讀書 他是我校長 但 都要說一句 張炳良 是否用屁股決定的思維 你擔心不了葉 有新聞 為何這麼屁股呢 他不是教學院院長 校長的身份 而是防委會的成員 以及主理居屋 是否防委會的身份 令他有了一種思維 他覺得要政府包覽 所有香港的房屋 導致他會出了這種放風 還是行政會議 有一個討論 有一個傾向 想找一些人出來放風 但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建議都是一個很荒謬 以及匪夷所思 就像我們說 有任何產品在香港 很受歡迎 不要說得多 iPad iPad 2 iPhone 4 早幾個月 有很多大陸人 下來瘋狂搶購 或者有些人一買 買十多二十部 又偷運深圳放 我們可否說 我們要禁止 非本地居民去買iPhone 別人可能就這樣說 我沒有iPad用也不要緊 但小朋友沒有奶粉吃 很慘 大陸人來到 搶高價格 還要我們住屋 住屋 大家都不可以睡街 你沒理由叫我睡棺材屋 問題就是 究竟iPhone和奶粉和屋 有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究竟你做不到業主 等於要睡天橋底 但嬰兒成本的奶粉很大 對 你說大陸下來搶購 早幾個星期 說得很熱 到今天還有沒有人說 我聽聞有些 進入了奶粉貨的人 就砸死了 砸了 因為日本輻射事件 令人不敢買日本奶粉 一件貨品 iPhone或日本奶粉 可能很短 幾個月你就看到周期變化 需求高下跌 你一定會有一段時間 有些人買不到 但很快 政府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市場就會調節 可能有替代品的出現 可能消費者厭倦 或者市場會調節 其實香港人都大約會明白 你所說的話 香港人生活在自由市場的世界 已經這麼多年 從我們開放以來 都已經很開放自由 但是很多人都現在說 我的薪金其實都十年不加 加率就加很少 公務員加6-7% 已經是舉國歡行 就已經創了聲福之冠 那些人都知道 其實樓價是會下跌的 但問題是 別人會跟你說 那幾年都要住 香港有沒有一個 叫露宿者過多的問題 回到去 政府有沒有責任 要幫人民做業主 如果要求 政府是一個必然的責任 要所有市民 人民都要做業主 你要說出來的理據 但問題是 租金會升 租金是否有人 因為支付不到租金 又沒有公屋 不讓他住 而要睡街 一個政府 當然不是無政府 師生學會也好 甚麼團體也好 都不會覺得政府沒有需要存在 但政府的存在 是要減少人的痛苦 並不是要增加人的快樂 人人做業主是很快樂的 但這不是政府的責任 但如果有人睡街 沒有屋 有小朋友要睡紙皮 在街上睡 這是很痛苦 誰人見到都不想見到的事 政府可以去幫助他們 這就是個界線 很多時候 現在香港討論公共事務 就沒有了背後的哲學 在裡面 究竟哪一時政府要出手 哪一時政府要收手 儘管世界永遠都不完美 但你不能夠所有事情 政府都要攬上身 因為好像張秉玲這樣說 真的不讓大陸人買樓 那個後果是怎樣 是沒有人估計得到的 可能是會 就是樓市大嵐淫頂 可能是 可能大陸人要透過很多轉折的渠道 多少親朋戚友 或者成立一些有限公司 進一步 你是不是要阻止大陸人 成立有限公司 那你對整個香港 以中小企為主 或者中港貿易這麼頻繁 有很大影響 可能骨牌效應 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那 為何政府會為了 一件不應該去做的事情 而插手 去製造了這麼多麻煩 其實我都相信 限購這件事 都不會怎樣成功 就是看回我們現在 偉大的祖國是不是 限購令都出了很多 到最後 現在又是怎樣 就是 那些人到最後都是找到 找到辦法去買樓 是不是 那 我個人覺得 從來都不容易做的 這些事情 但是 張明另外也有說 就是 OK 我們繼續維持這個政策 可不可以 就是 在這個 成立一些公營房屋的基金呢 就把 賣地回來的收益 就撥一些 就擺作基金 就多些發展公共房屋 其實這兩件事有沒有矛盾呢 其實張明良是說 研究公共行政的專家 但是 我認為香港回歸之後 特別是 最糟糕的一個施政上的問題 就是成立了 什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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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什麼委員會 什麼委員會都不要緊 他可能不做事 開完會就散打 但是什麼基金真的拿了納稅人的錢 關愛基金 關愛基金 不要說 之前有個醫療融資基金 全部是幾百億的 五百億的 醫療融資基金 西九 二百多億的 全部是百億十億計的 有些中小企基金 什麼創新科技基金 很多說到大家都已經遺忘了 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 這筆錢就來自納稅人 但是 立法會一撥出去 差不多叫做無網管 他以後這幾百億 他要怎樣運用 怎樣調伴 做些什麼 亦都沒有人去管 即是沒有人會有興趣管 亦都不需要向立法會交代 為什麼我們要有財政預算案 為什麼我們基本法要寫明 立法機關有權去批准政府的開支 和稅收 其實就是一種制衡 一種對行政機關的制衡 但是行政機關就用千方百計 去逃避立法機關的管制 全世界都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香港的立法機關的議員 就很歡迎政府 整理這些基金 來削弱自己的權利 去監察政府的權利 即監察政府 不要說香港立法機關沒有權 沒有性 最厲害的權 就是你掌握他的財政大權 他要收新稅 你今年可以加煙稅 加車稅 你可以掌握他否決 怎麼會說自己沒有權 都不知道多大權 你立法會沒有票 6月15日表決 車稅演稅 你可以四路 政府要跟 政黨要跟立法議員去周旋 你不讓政府去申請一些開支 但是一旦成立這些獨立王國的基金 立法會就等於閹割了 現在你說房屋 其實房委會的存在 已經是閹割了 立法機關很大的權 你還要多個基金 可能被人蓋樓 被人收購 整件事是令到 所謂整個公共行政 是會一個很重要的 根本的變化 嗯 我相信是 暫時時間到這裡 待會第二節回來 我們再討論公共房屋的政策 待會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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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看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地產霸權 好 即是 地產霸權 剛才我也說 即是講到這些基金 好沒有網管 但人家的標題 就很明確 亦都十分之beautiful 這個是公營房屋的基金 看看會否成立之後 可能大家有個願景 希望可以有多些公屋走出來 相信很能夠 有一班人都會很開心 包括一班上不到樓 但是很希望自己出來住的青年 是吧 另外可能有一些是龍屋 板間房 等候上公屋的居民 其實很多人等候上公屋的 特別80後 就更加是被人所關注 因為在金融海嘯之後 80後申請公屋的情況 就不斷地加上去 即是今天又看報紙又說 即是輪候公屋80後的單身人士 又多了30% 即是大家見到好像 執書行頭慘過敗家 馬上入張紙先 即是計分制之下 連資等了多久 都是有分補的 那先拿了 所以就繼續 公屋現在都很不夠了 即是又多公屋父戶 即是夠數 即是賺到錢 都不肯走的 那現在就 今天蘋果又會拍下 有位年輕人 27歲 現在都要住在旺角 一間很小 沒有窗的 即是擺眼房 差不多一樣的套房 另外也都見到 有些周刊也都寫了 即是我們現在有些棺材屋 那又好像 那些人要爬的 在棺材那裏 然後睡覺 又熱 又焗 又有木室 即是 大家其實 即是怎樣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即是其實想一下 我們不斷在這裏講 私營地產其實很好 租金券也很好 但好像現在還是差一點 問題是蘋果一仔 有沒有問那個 27歲住板房的人 他有沒有父母 他父母是否不歡迎他一起住 他媽媽已經過了身 即是據我所記得的報道 媽媽已經過了身 而他和父親的關係 就比較差一點 所以他選擇了離家出走 然後現在就是做一個速遞員 據他聲稱 就月入四千多元 那就是講中了一個點 就是為何 越多政府的福利 其實就是越削弱 即是家庭的功能 不過大家等一下 我要為那個青年去辯護一下 其實他沒有原諒政府 說不給公告他住 不過之後那些人怎樣去到 去到演繹呢 那就另一個故事 即是我不是針對 哪個個案個別人士 即是法利民其中一個名言 就是說福利的增加 就是會削弱家庭的功能 即是香港都很明顯的例子 譬如說你領取綜援 你就要子女簽罪子 就是不再供養父母 又或者申請公屋 你不跟父母住 那你就可以自己走出來 單身人士申請 所以你一個社會 如果政府提供一些福利 其實就是誘惑一些 原本的家庭功能提早完結 當然很多人 即是外國有興 18歲就趕了兒女出街 就給了鎖匙 收回鎖匙 又趕了出街 又沒有那麼誇張 不過即是不要說 人家好像蛇一樣 生了一個寶寶出來 就真的不理他 即是有個文化 即是中國人其實就比較是 家庭的凝聚相對地是再強些 即是我想大部分父母 如果兒女不是想離開住的 就算家庭環境激壁些 都很歡迎很願意 就留在這裏住 反過來就是 一起住 可能環境比較狹窄 大家不能夠解決到 生活的糾紛 或者不願意和父母一起住 要有自己的天地 這些是自己個人的選擇 即是你要想想是否 就是沒有辦法自己住 而又找不到一個合適 即是基本提供給她的生活空間 即是我想這類情況是奉無倫角的 大部分可能和父母住的環境 都一定會比幾十年前好的 即是很多時候 譬如Andy剛才講解個案背景的時候 都好像說到很嚴重 這個問題 我在這裏說的時候 你說爬入屋 爬入棺材屋 我想回我小時候 我住在佐敦谷的七層大廈 那些環境區 都不是很多年前 我小時候 可能是二十多年前 一間環境區的房間 我記得差不多住七八個人 很小 其實以前都是一張屋架床 不是叫屋架床 是三格床 那些鐵床三格床 但我是睡床下底 我和姐姐是睡三格床的床下底 跟爺爺、父母、三代 還有一些親戚 或者不記得是爺爺的朋友 或者什麼 很多人在這裏住 就是一間很小的環境區 其實我記得以前 好像石劫尾村一開始 全香港都是環境區 全香港都是環境區 廚房是擺走廊 然後公廁 沒有獨立廁所 公廁一層一個 然後冷氣當然不好想像 一格格有個洞 以前的人走出走廊睡 以前的人 我不是回到這個年代 大家開心 是好事 而是你跳出遠一點的思維去看 其實香港整體來說 生活環境和生活質素 是不斷提升的 即使除了每一個人的平均 和面積的空間 其實都是比以前多 不過只是可能人的容忍力 沒有以前那麼韌 以前的香港人韌一些 韌 夠韌力 不過大家就很喜歡 講一句說話 發財立品 人家不立品不要緊 因為我也要立品 對不對 當然 當然 我立完品之後 就未必是我給錢的那個位 但是我都希望人家去立品 大家很多時候 就見到一張張的相片 可能關於這個 的棺材屋 都 大家會覺得 有點心酸 當然就希望政府搞多些 幫助市民的東西 畢竟 其實 今天我都很難得地看完那篇報道 關於棺材屋的那篇報道 當中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道友 或者已經是成身倒債 已經是走投無路的人士去入住 那些 即是你 不應該說說到一個 有一個正當職業 而穩定工作的人 需要去入住這些環境 我不知道那個個案的人是甚麼故事 即是具體 真正是怎樣 當然傳媒 每一個傳媒自己有行程 他既然有行程 他覺得很有正義 他要把悲慘的一面寫出來 我自己有區議員 我接觸很多個案 很多時候 有時候公屋婚戶 離婚 單位都留給有庫養權那邊 可能爸爸離婚 可能自己出去租屋住 或者循新排隊申請公屋 我做了八年區議員 我都處理過無數這些個案 我選區是公屋的 香港是很多社會福利機構 很多自然團體 其實是提供一些 叫做臨時宿舍 有一些 短暫的結束陸務 是的 我轉介過很多個案 其實都是千多元一個月 可能會有一個類似大學宿舍 即是一間房 即是大一層 可能共用過小一間 但很乾淨 不會說 住兩三個人一間房 不是一間房一個人 已經做到 那比大學宿舍更好 是的 千多元一個人一間房 不過廚房廁所是一層樓一個 即是很大的 即是類似大學宿舍 有一個廚房 有一個洗澡房 但男女是分開層的 以我接觸的個案 我未聽過 即是滿了不收 但這些 就未必是讓你住很多年 可能用三個月做年期 去給臨時的情況 三個月再續再續 就不保證你一定可以做 是的 但我做過的個案 例如他真的等公屋 公屋又未能給到 即是逐一年幾 都可以 在深水埗 可能有些人未必懂得 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或者有些人可能 嫌麻煩 或者他不喜歡住那個區 當然那些自然機構 未必可以給到你中環上環 也不可能每個區都會覆蓋到 但你是否說 香港是否真的去到 要沒有悲慘 或者沒有團體去做 我覺得這裡有很大的問號 你說有沒有漏網之餘 一定有 譬如說 有些機構專門做新來港人士 有些做男士 有些做女士 有些做精神康復 有些做釋酬 諸如此類 都可能有些類似宿舍的地方去幫助他們 那可能你 說今天報道的那個是 漏網之餘就是 甚麼都沒有的 很正常的 純粹一個年輕人 自己出來住又收入低 那 即是 我想 是否 要想的 這樣的情況 是否我們應該鼓勵他 努力快點 賺多點錢呢 即是趁年輕 是否 那就是 但坦白說 近來就 即是說回樓市 即是復健居屋 這件事近來都 很熱烈的 這樣見報 很多 即是公眾人士 即是議員都 叫了很久 近來真的 很多都這樣說 但是 即是復健居屋 我們一向都反對 即是 但是別人都希望是可以 即是 我喜歡有一個特定 叫做社會流動性 即是怎樣向上流動 起碼我由沒有資產 變成有資產 即是 這樣說 即是資產就不動產 你居屋的最大問題 我自己也屬居屋 我也是居屋的受惠者 但是我們同期 買居屋的業主 即是在我屋苑 有二百多戶 即是我們有二千多戶人 有二百多戶 兩年內就是 要將單位原價 賣回房柱 其實是另類的銀主 是居屋的 即是因為 公屋的制度 就是 100%保安 不是 因為他公不 可能 因為我那時剛剛沙士 買完樓之後 01年入房 03年沙士 很多人是公不了 其實很慘 二百多戶是 賣給房柱之後 他是沒有權利再申請公屋 因為已經使用了一次房屋福利 是 沒有得再住公屋 所以他要出去租房 但是同期 如果是買我們隔壁的私營屋苑 到今天他的樓價就升了兩三倍 但是居屋 就升得很少 一倍都沒有 其實你說 作為 是否一個好的 讓市民去置業 增值 其實是一個問號 是否應該 反過來他們應該 想你的資產 是升得多些 應該是私人樓 因為譬如 黃衣漸也做過分析 就是說 居屋的所謂免地價 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個很笨的做法 免了地價之後 你好像買居屋的時候 好像便宜了 但實際 只是把這些資產 變成死資產 即是把地價 變成死資產 沒有人用到 政府也用不到 作為業主也用不到 到你轉賣的時候 其實那些 地價 不會因為地價升 而小業主 分享到地價升 政府又不能夠 透過收取地價 來當賣地 收取收入 虧的時候又要入獄 虧的時候 死了資產 即是土地的價值 是消失了 鎖死了 對 鎖死了 所有人都不能用 任何的資產 只要能夠增值 就要不斷流動 要 但居屋的地價 是一個 黃宇淺計是 過萬億的 港元計算 過萬億的資產 因為居屋政策 是鎖死了 即是鎖死了 政府又用不到 小業主 不會因此而分享到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做法 大家沒有從這個 免地價的政策 去看回居屋 即所謂 如何人都說居居 居居便宜 比市價便宜 為何比市價便宜 因為政府免了地價 免了地價 其實後果就是 將一些土地的資源 鎖死了 政府可能有 那些地價的收入 其實可以做其他公共服務 或者小業主 真正擁有土地價的時候 他可以隨著地價升值 而增加他的財富 這些私樓便做到 居屋業主是做不到的 所以 今時今日 你雖然說居屋 也有很多 升值很多 黃大仙等等 但都是小部分的個案 有些人都說 可能現在的年輕人 都希望趕上資產增值 這條路 當大家見不到 馬斯爐那些可以 水鬼星成王 一來就賺幾百個 希望自己一趕上去 其實是不行的 不是不行 即是找了很多 大家一起找笨 自己找自己笨 政府就自己找政府笨 納稅人要繼續 交多些稅 去支付你 而土地又浪費了 土地的價值浪費了 而他得到的 而小業主得到的也是次級的增值機會 其實不是一個最理想的做法 如果你說有很多人很想做業主 或者很想增值 其實未必是有 一開始要做一個很大的目標 大單位的業主 可以由小的做起 由小單位 或者舊樓做起 個人的投資 又怎能夠要政府去 幫你去思考呢 即是如果你要投資 你賣個車位也可以 賣個車位也可以收租 是吧 也不是負擔不了的 但怎樣投資 就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自己承受風險 不是叫政府去補貼你 或者幫你去做這件事 都是回到那個問題 即是否真的有人 沒有地方住 要留宿街頭 還是純粹是 你自己個人投資的期望 不過我相信現在很多時候 年輕人都 他們很著重他們的生活質素 希望早些出來住 不過要努力一些 否則 都會有幾大問題 這件事先到這裏 稍後再和大家討論其他問題 稍後再見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最後一支地產霸權套 都是圍繞地產的了 今天的題目 剛剛說到 復健居屋其實都不是一件好的事 為甚麼要鎖死我們香港的資源 但是很多青年人 當他們走去人行示威 甚至乎在媒體上面 他們都會給大家一個很微小的願望 我都是希望安居樂業的 那很多人就用這件事 就說明他們申請公屋 就是現在 因為已經沒有了新興的居屋 我們申請公屋的願望 其實都純粹為了安居樂業 早前就 有些報導 就說這個載職貧窮的問題 這件事從來不是新的 我已經說了很久 有些數字就說 香港的貧窮青年就18萬人 就有15至24歲 貧窮率就接近20% 現在其實都好像很多 連失業率都有15至24% 只是貫注這麼多年齡層 除了長者之外 長者應該是退休的 他們的失業都差不多 都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我們要想回那個年齡層 可能22歲是一個大畢業生的時間 但看看其他那些好像都很悲哀 那怎樣可以幫助他們 有些生活上的質素呢 那生活質素怎樣定義呢 Handy來的呢 生活質素怎樣定義呢 飲食 房屋 娛樂 衣食住行 但都差異很大 你飲食要吃得很好又可以 你吃得很基本又可以 就算日本也有一樣東西叫吃飯 就是我們的牛肉飯 就是你怎樣去定義 就是為之一個有質素的生活 剛才我第一節講的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政府是 減輕人民的痛苦 還是增加人民的快樂 就是用這個原則去思考的時候 就是有人如果要餓死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人人見到都會測印之心 政府要出手去救 應該派麵包 但如果你說 有人說我吃不到自助餐 去不到五星級酒店 我不開心 那這個是否 是否政府要去出手 但是要極端一點 但是香港 當然一定有人收入多 有人收入少 但收入少那班 那個生活質素 是否去到一個地步 已經是一個我們人人見到 都覺得是很難接受的水平 還是已經是一個安全網 在做保護 但是近期就是 很多人說安全網 一說是中緩 這個是完全完全錯的說法 香港的社會福利安全網 中緩是最後一個網 中緩之上 其實我們還有公共房屋 住在公屋的三百多萬人 其實等同每一個月 是有納稅人去補貼他的房屋的需要 遮封擋雨約的單位 交的租金 其實都差不多未必夠管理費 和維修保養 差不多免費給他住 我們還有一個網 是有醫療網 你給一個很低的成本 你就可以去接受醫療服務 不會有病 貧死都沒有人去醫療 我們還有一個網 有一個教育網 香港不會有人說 因為窮而沒有書讀 只怕你讀不到 或者不想讀 你讀到大學 到研究院讀博士 都可以由政府去 借給你 幫你交學費 這個最少是關東 開心點 可能有 是的 你有獎學金 那麼 大學 固然之 你可能要還 但是中學 基本教育 差不多可以說 是很少很少的成本 那麼 究竟 即是 當我們說 我們香港政府 在這麼多的網上 都層層 放著的時候 那麼 我們還差些什麼呢 究竟 是不是 我們在做的這些網 發揮不到這些網 本身的功能呢 是不是我們的教育 不夠靈活 全部政府官僚去統一 教課程 教學方法 統一 學校的管理 統一 老師工 令到教育的質素 越來越跌 沒有了靈活性 令到 貧窮的下一代 可以接受到優質的教育呢 是不是我們的公屋 沒有彈性 不能讓他們選擇自己住的區域 不能讓他們用自己的家庭 種族的功能 去幫他們解決生活的問題 福建人喜歡住北角 為什麼不讓他們搬在一起去北角 令到他們製造了很多就業的困難呢 你讓他們天水圍東沖的公屋 你叫他們找工作當然是艱難 但是你讓他們租金權去出深水埗 租一間板間房 可能很容易找到工作 我們在說一些社會問題的出現 一個現象的出現 其實一定不會只有一個原因 也不可能有一招解決方法 你一定要整體去看 整體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現在政府在做的 是不是有些不足 做的方法 是不是要檢討 總比你要去說一些很虛無 財富再分配 或者怎樣 說幾十年後的事情 叫你每個月 好像Andy 二十幾歲開始工 工到六十五歲 每個月有三千元 美國式 這些馬多夫式的騙共 我就不中了 不過說真的 他們很多時候 就強調了社會流動性 希望在社會上 可以由下至上下 教育就好像很遠 畢竟我們這些畢業的年輕人 跟我們講什麼教育呢 跟我們講教育 就等於跟我們講過去的 接下來這一代 都可能已經十多二十年之後 才能反映到 公屋就更加敏感的議題 所以我都未見到 有人夠膽 真的很努力地 除了我們 就很努力地去砌公屋 希望將整個房屋處 但其實香港是否真的 那麼缺乏社會流動性 你教育都已經很基本 要帶動社會流動性 最基本 Andy你讀這麼多書 又拿獎學金去留學 當然你未必理解到 其實香港仍然有一班 每一年中三 升不到中四 仍然每一年有兩萬多三萬人 每一年 初中畢業 其實也有很多 兩三萬人每一年 是沒有上到中四 沒有上到中四 沒有上到中四的原因 不是要中四交費 現在都不用交費 就是他們可能第一 不想讀 成績追不上 或者想出來打工 或者什麼都不想做 基於個人的選擇 總之你十六歲以上 你就政府不可以強迫你讀書 我不是說倡議 說你要強迫教育 到十八十九歲 而是說 我們怎樣幫這班 可能是說中三 你就離開學校 甚至乎有些再頑皮的 中三都沒有完成 中一二又絕學了 現在我們 有沒有人去探究原因 會不會是說 我們本身的教育體制 真的出了問題 為什麼有些 學生在小學 讀了六七年 去到初中之後 會完全沒有興趣讀書 我們整個 小學教育 是不是發生了一些問題 是不是課程太死板 是不是我們沒有靈活彈性 給學校去調動資源 令到學生 接受到一些 開心一點的教育 令到他們不喜歡上學 這個才是令到 為什麼說流動性這麼低 你拿掌學金的 會然之 前途一片光明 開心 開向暗念 但是我們說 流動不了的可能就是 因為可能他就在 教育水平低 已經落死了他的起點 就是說 現在在貧困局那些 是不是對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是必然存在的 就是 你讀書比我厲害 你當然拿掌學金 我都從來拿不到掌學金 這個差異是先天存在的 每一個人都有些長處 短處 我們社會追求的只是說 令到有一個公平的起跑點 大家都可以接受同樣的 不會因為你家裡有錢些 或者我家裡窮 我就不能去讀書 這個公平起跑點 我們要守住 守住之後 我們要告訴現實 你出來的社會競爭 你就要自己去努力 現在我們政府對著這班 可能中三走出來 或是將來 新高中 或是現在中五走出來的那班 就告訴你 你讀副學士 你讀Ivy 讀這項讀這項 再初陀多你三四年 然後讀完那張書 又沒有用 讀那項又不是你興趣 然後你又沒有做過 那些工作經驗 然後你又怨過社會 其實現在你講80後 很多是遭遇過的 這樣的經歷狀況 然後又再多 初陀多三四年 讀上升級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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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也不一定是他的興趣 然後他可能是基本功 語文 或者人制技巧 未必是很好的 不過說真的 其實我都認為是很重要的 不過說真的 都要給大家一些數字 即是 林林離開之前 剛剛五月尾的時候 有些報道說 標題 月入十萬元的打工仔 對比之前來講 就升了五成 即是 都不可能說 社會完全沒有流動性 也都要很小心 平等和公平 即是fair和 equality的分別 希望大家重新去想多些 即是之後怎樣去 香港整體來說 是 整體是富有了 而富有的人 整體亦都多了 即是我們有三成多人 是自治物業的 其實 我們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 好 希望大家認住這個事實 今天地產霸權好 就來到這裡 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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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 IRead 你告訴我 IRead 賀 你問我 你問我